歡迎收看 有梗來報 陽明幫早梗 今天非常特別的來賓 大家畫面上看到這一位 是號稱台灣第一 他自己說是第一肥 但是我覺得他其實很熟 台灣第一AV女優吳夢夢 歡迎夢夢 大家好我是吳夢夢 好這個夢夢聽說 才剛結束他的工作 然後就趕來我們這邊來錄影了 所以他也是很辛苦 但是我們在進入正式節目之前 我跟大家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我們耿傳媒突破3萬人訂閱 所以今天吳夢夢 特別來當破3萬的特別嘉賓 我們也要挑戰耿傳媒第一次黃標 我們挑戰一下YouTube的尺度 我們來試看看今天會不會 真的拿到黃標 但是我會呼籲大家如果黃標 我們這個節目就沒有收益 如果好心的老爺 大爺大媽們可以抖內一下 歡迎支持一下我們優質的媒體 好那我們就來一樣 其實每一次我訪問的對象 大概都是會講一下他們成長的一些故事 很多人看過吳夢夢的作品 或是說知道吳夢夢這個人 但不見得了解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所以今天其實蠻難得的 吳夢夢準備了他小時候非常清純的模樣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你幾歲的時候 這個是我上面是1995 是我四歲的時候 四歲 其實這樣就把這個孟夢的年齡 給透露 哎呀 年齡密碼透露 不過沒關係 因為這個 其實小時候看起來就真的是 其實是很可愛的小女孩 跟現在其實差不多吧 不不不 我說的可愛跟那個 那個是說那種無邪天真 但現在你畢竟已經是一個 這個叫做 應該是用這個美女 是跟這個小時候的清純是不一樣 小時候你自己印象中 小時候你比如說你自己覺得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小女孩 是一個很開朗大方熱情的小女孩 那所以你看其實照片裡面 你都是笑容 很喜歡笑 所以家裡面比如說管得很嚴格嗎 我小時候其實一路都是從 奶媽家長大的 我一路待到了12歲才離開奶媽家 就是家裡面的環境的關係 所以就是由奶媽帶大 對去保姆家過 保姆家帶大 我可能半年一年才見得到我媽媽一次 那其實蠻辛苦的 這比那個牛郎之女還要 跟媽媽的那個關係互動會不會比較疏遠一點 現在有比較好 像是朋友一樣的關係 可是其實我自己是很開心 自己可以在保姆家長大的 怎麼說 我在保姆家不是只有我們一個小孩 我們可能有四五個小孩一起 然後 就是保姆帶的小孩 對 你們就等於 你就會覺得反而是跟他們 像兄弟姐妹一樣 對 然後你在你們家 而且我的保姆對我很好 你在你們家好像你還有一個弟弟 對 我還有一個弟弟 但是我弟跟我差了15歲 我現在 他現在在國三 你弟弟現在才國三 對我現在弟弟才國三 真的差很多 所以你在保姆家待到12歲 你的弟弟還沒出歲 所以你從小 你反而會覺得你的兄弟姐妹 就是在保姆家認識的這些小朋友 沒錯 那這些當時的小時候的朋友 現在都還有聯絡嗎 有一些還有聯絡 我覺得這個都是很難得的緣分 對 我其中一對姐妹還是就是 我們市的市長的妹妹 你們市 對我是花蓮市的 市長的妹妹 真的喔 哇好有趣喔 所以我就是跟一群不同家庭 出生的長的小朋友們一起長大 喔 你說的是他長大之後 他的哥哥變成了華蓮市的市長 對目前是 真的喔 哇 好 那其實這個很有趣的故事喔 當然夢夢小時候是這樣的 天真 清純可愛 到底為什麼會往這個所謂的 大家一般比較不會想像到 往這個所謂成人產業 到了高中這是高中 對 這是已經是高中了 高中的時候 因為其實你看 左邊應該是在學校 對 右邊應該是去拍這種類似像外拍模特 對 從花蓮到台北來拍攝 你在花蓮讀書 對我在花蓮念書 但是你高中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到台北來做這個類似外拍模特 對 那是怎麼樣的情況下會接到這樣的案子 我自己有抱持著心夢 就是我一直以來都可以靠著天生的外在走吃這行飯 後來發現自己不夠 就是不夠漂亮 不管是外在條件還是怎麼樣 都沒有辦法往就是目前發展 就是你本來是希望進入所謂的 模特兒圈 光明演藝圈 類似 沒想到最後進了暗黑演藝圈 可以這麼說 也算是 就是你本來攜帶的是有一天我能夠當明星 對 但是 那個上天幫你關了一扇窗 卻讓你開了另一扇門 差不多意思 沒想到 這到了另外一個地方變成天后 也沒有到天后 好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小時候其實你就是 我覺得就是 跟現在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嗯 差不多 對 就是看得出來就是比較嫩 比較稚嫩的樣子 我有去做正二 就是上下正 上下二股全部打碎 重新對齊 所以我的臉型 是從圓的變成尖的 就比較尖一點就對了 所以你看 你那個時候 高中的時候 像去拍這些外拍模特兒 一定就會有這種什麼 大哥哥在那邊跟你毛手毛腳 會有這樣的狀況嗎 不會 因為這是時裝的外拍 對 那就是 像這種 這種也是時裝 就是五六個攝影師 在一起拍你 就是那種外拍團的 對 我是接外拍團的 可是像這種 那個年代應該是 類似無名小戰的那個年代 對不對 對差不多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基本上你基本上 還是以一個比較 希望能夠有一天 能夠踏進演藝圈的心情 來做這些工作 我一直覺得自己很適合 目前的發展 所以你在高中的時候 其實你的這個 這樣的一個副業 應該讀書還是主業 本業 那你這樣的副業 其實一個月 大概可以收入多少 五六千塊 五六千塊 其實以高中生來說很多 我從花蓮到台北 來回就八百八 單堂就八百八 所以扣除就是火車的車錢 然後扣除買衣服的錢 我每個月大概也是 付五六千塊 因為我要買衣服 你這樣是賠錢生意 你還是照做 我很喜歡做這件事情 但你覺得是在投資自己 是 這個也算是 但是後來 其實這也是高中的時候 對 那也有一些比較 這個相對來講 以高中生來講 算是尺度比較大 對 那這樣的尺度比較大的 這個收入就會比較高 是 對 所以當時比如說是 什麼樣的狀況 讓你願意 比如說你是覺得 對自己的身材有自信嗎 還是說 有人就說 這個可以賺比較多 你不要再虧錢了 你可以一個月 你會賠五六千塊 划不來 是怎麼樣的一個原因 這個是 其實是互惠的方式 這組圖是因為 攝影師拍得很好 所以我才會請他拍我 我知道 這個有一些攝影師 是名師 你就會想說 幫你留下 你青春的這個記憶 但是 你的這個所謂大尺度 你當時的 畢竟還是學生 對 你的尺度最大到什麼樣成 就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到這裡 就是露腿 然後可能就是 小可愛睡衣這樣 遮點 三點不露 三點不露 然後但是不會全裸 對不會全裸 就是因為有人說 是什麼全裸不露點等等 對 所以你自己覺得 就是說在你學生時期 去拍攝這樣的模特 讓你學到了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一些體悟 會不會比一般的 同年齡的學生更成熟 我其實在這個時期的前兩三年 就一直在不斷的自拍 然後在網路上 情緒聊天室那種地方 給大家看 我喜歡獲得稱讚 就是你希望 你希望把這些照片 讓更多人看到 對 然後希望有一天 有人就說 欸 可是你那個時候也叫夢夢 沒有 那時候叫其他名字 對 然後可是你就會希望說 大家都知道 你這個拍照 這個照片的裡面 這個女主角是誰 有這樣的想法 那個時候其實 沒有那麼認真的想說 我要讓大家知道 而是想說 我給你看 那你要稱讚我 因為我拍得很好 嗯 我想要獲得別人的稱讚 想要被肯定 想要被肯定 好 那所以呢 這個這個當然清存的 這個時期大概就到這邊了 哈哈 是差不多 沒有沒有 但是後來 後來我記得你是先做直播主 對 你是大學畢業之後 先做直播主 我先去做了遊戲公司的客服 然後再去做直播主 對 那直播主你就開始尺度 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了 到什麼樣的程度 到那個時候 直播的尺度 可以到全裸不露點 哦 全裸不露點 就是說 你原則上那個時候 基本上還是秉持著 就是 不該露的我不要露 對 但是你到了直播主時期 你的這個收入 會增加很多嗎 當然比遊戲客服多很多 就是從可能 月薪幾萬塊 突然變成了 第一個月就賺了25萬 唉唷 我就覺得 這麼開心 25萬耶 所以你那是 就是說你在進入直播圈的 第一個月就拿到六位數 而且是二十幾萬的 一個收入 你就覺得 哇 你的人生改變了 我的人生改變 那我要怎麼繼續做好這份工作 嗯 然後接下來為什麼 那為什麼會往這個 所謂的成人產業 其實是有點壓力太大了 因為做直播會需要承擔別人的情緒 他們對你投資的越多 他們希望回到回報的越多 我沒有辦法真正的回報別人感情 嗯 可能我的榜一是香港人 他丟了一百四十萬 對 但是他成天就說 那你不理我我就要去死 哦 就是這種乾爹 這種情緒勒索的乾爹 反而會給你很大的壓力 而且這不是一兩個人 因為我不可能就是 靠一百四十萬 你有一堆一百四十萬的乾爹 差不多意思 但是老實說 因為那個時候你年紀也很輕 二十五歲其實不算輕 還是很輕 這個二十來歲 就是說 雖然說現在可能十八歲 十九歲的直播主也很多 但是在那個 就是說在你 在直播的這個領域 直播這個圈子 總是有人覺得說 你就是我的女神 你就是我的心靈寄託 然後 所以你剛剛提到說 給你這些壓力之後 為什麼 那為什麼會最後 轉進這個所謂的 暗黑演藝圈 我們那個時候是比賽 因為其實我兩份合約 是一起簽的 他們是同一間公司 對 然後它是一個走 綠播 你說的是那個數字直播 對數字直播跟S平台 他們是之前是同一間公司 對 所以我是一起簽的合約 然後S平台越來越大尺度 然後它給的相對應的獎金 也越來越高 就會高 對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為了要多賺更多 是 你就得要拖的更多 花更多的這個 力氣去經營這一塊 應該說那個時候 我心裡已經被壓垮了 我就是沒有辦法繼續 附和別人的情緒了 然後我發現同樣的 同樣的付出 就是我只要付出身體 我不需要再負擔別人的情緒 但可以獲得一樣多的錢的時候 我就毅然決然的投入進去 就是你覺得反正肉體能解決的都是小事 不要再跟我說要去 我知道 可見其實孟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就是說 他寧可 就是說 這個犧牲自己的肉體 也要來拯救群眾 希望大家不要看到這個影片 千萬不要有這個尋短的念頭 大家要好好的活下去 我們默默還會繼續拍很多的這個片給大家看 是這樣嗎 是 等一下我這 反而到這邊我自己會講不下去 很厲害 好 那當然這個 你這張 我們現在看到這張 是這個 就是你的AV的這個算劇照 其實這張是寫真照 寫真 你也有出寫真集 一般的寫真照 沒有就是自己拍來快樂 留念的 但是慢慢就是說其實這個 你成長 等於說這已經是你進入所謂的女優圈了嗎 對 已經30女優了 其實你進入這個成人產業 到現在也不過大概三四年 六年了 六年了 對 就從當年2017年開始算到現在 就是看你的片的人 可能從這個國一現在已經是到大學 有 很多人跟我說 看著我片長大的 我就不要 這才是所謂的第一AV女優的價值 你要知道我們有多少人 是看著波多姨也結衣長大的 對不對 有多少人是看著這個山上優養 對不對 那當今天 台灣突然有一個說 我是看著吳孟孟長大的 的時候 你不覺得有一種成就感嗎 沒有 我就說18社以下不能觀看 對 這個是很重要 就是成人產業就是要成人才能夠進入的產業 那我們一樣講一下 就是說AV這個產業 跟過去你接觸的不管是客服 這種一般的工作 跟這個直播 直播已經算是比較演繹工作了 或是外拍AV真的比較好賺嗎 AV真的比較好賺嗎 如果你有辦法適應直播的高強度心理壓力的話 直播會好賺很多 對 因為我其實 做直播的薪水還是比做AV好 所以做直播 是一種等於說 也在考驗自己的性格適不適合 對 因為有很多人 就是每天 來你快點來抖淚刷個火箭來 哎呀我會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呢 你只要刷來 他就不理你了 因為我覺得做直播不只是 線上跟人家聊天的那一個小時 你線下維護很重要 如果你線下沒有理他 完全不理他 人家怎麼可能對你付出 那他們會想要把你約出去見面嗎 約出去見面我都可以啊 真的喔 那可是會對你有一些其他的 那個要求或什麼的時候 會覺得他很無理 然後並且跟他講說不行 對 就是你在直播主的時代 基本上就是說 就是說粉絲或是說這些所謂的 抖內的這些粉絲 會變成是你一個生活的重心 對 我生活圈的各種朋友 你們會變成我生活上 分享各種生活大小事的朋友 然後你們也可以跟我投訴 你們生活上遇到的委屈 你們的心事 就是夢夢商談事 對 就是說有點像是這個 諮商老師的概念 但是 但是 當你今天進入到的這個AV產業 現在的粉絲如果要再用類似的概念說 我都有看你的片 我可不可以跟你碰個面 就不需要 聽起來很可怕 空中見就好 你就看著我的片就可以了 所以但是老實說 要進入AV產業 你自己做了 就是說難道那時候 有人第一個人 第一位邀請你拍AV的 因為自己比如說這種直播露點 跟拍AV還是有不同的狀況 對 那到學弟是用這種所謂的 拍攝AV的這種模式 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下 你願意 我其實一直都是自編自導自演 所以我就是第一部A片 長片在2019年上的時候 也是自己找攝影師說 那我們來拍一部長片看看 因為我以前都是拍可能30秒 甚至就是30秒幾段的影片 那我想要拍一部完整的 一鏡到底的長片 你們來幫我試試看 你第一次就嘗試一鏡到底 對 長片的話 一鏡到底你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沒有喊卡直接 對啊 那個剪輯費用很低耶 不是剪輯費用問題 是難度很高 你看一下你現在雙機 他們那個剪輯費用 就會真的真的上去 對 所以我們就是一鏡到底 你只是為了這個成本壓低 所以你就覺得一鏡到底OK 我們自己學新聞傳播的 一鏡到底難度最高 為什麼 因為你演員如果今天特別是拍戲 演員要在整部 比如說20分鐘 都在這個情緒裡面 你不可以喊卡 一鏡到底難度在這邊 對 但所以你第一次的片子 就是一鏡到底 那其實你算是這個 隨時可以進入狀況 因為你要知道在 在一個拍片的現場 這個做愛做的事 跟那個一般在房間裡面 跟愛人做愛做的事 是不一樣的 其實對我來說差不多耶 沒有到太大的差異 可見你這個真的是 天生要吃這一行 應該是 真的因為很多人 對我相信你現在 就是說在這個AV產業 你也看到了很多 這個嘴巴講的自己多神勇 一到了片場之後對不對 那個褲子一脫下來 然後那個 現在準備 5 4 3 導演等一下我還沒有印起來 對不對 會嗎 會 這種情況你應該看了很多 所以你是屬於實戰型的女優 是 就是 只會男優遇到那種問題 女優不會 女優就是 你們隨時可以來就對了 對我們隨時都可以 沒有但是也有女優會害羞 或是什麼可能心情情緒緊張等等的吧 我高中就在拍大尺度的照片 我沒有害羞的時候 好 這個請看 這個叫做 這個叫姐姐有練過 從小拍大尺度照片 那個營造了她這個 後來在AV產業 一點都不會雀場 好 那到底台灣的AV產業 是什麼模樣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進個廣告 馬上回來請AV女優 這個第一AV女優 吳孟孟來解答 好 有梗來爆 陽明幫忙找梗 今天我們的來賓非常特別是 台灣第一AV女優 吳孟孟 孟孟呢 剛剛跟我們分享了她小時候成長的故事 以及為什麼會進軍這個AV圈 好 那這個關鍵就來了 你的家人知道你進入的這個AV圈 AV產業 有什麼樣的這個 對你有什麼樣的這個 能接受嗎 在台灣 AV女優 用應該兩隻手指頭數得出來 沒有 現在有300個 有300個 有這麼多 可見我看的還不夠多 是 可是 可是你看 跟這個所謂的 整體的很多的產業來講 這還是一個小眾 而且很多的社會上的 道德壓力很重 所以你的家人 比如說 我看了一些報導說 這個你的母親是去年才知道 2020年 前年 前年才知道 那前年她知道的時候 你可以重現一下 你怎麼告訴她 我其實是插在蛋 因為以前都沒有想過自己會突然爆紅 或者說是以前都是想說低調轉 後來也很擔心被家人知道 後來是上了新聞 因為跟日本片商有開會討論 然後被爆上的新聞 最近中止通講的那一段 對 就是說你一度有機會到日本去拍片 是 差點要成為台灣主光 就只是開會我就把人家爆出來了 結果就反而就沒有 不過我覺得也跟疫情有關 對 那沒關係 至少你現在在台灣還是這個地位非常穩固 好的 所以 那個時候 因為上了新聞 對 因為上了新聞之後 我媽媽就跑來跟我講說 蛤 什麼你居然現在已經是在做這個嗎 然後我就說 對啊 因為其實我在那個前面的半年 就有跟她講說 我是在走目前的工作 對 然後拍一些影片 但是不像是 她以為是像千千那種YouTuber 因為我很會吃飯 她覺得是網紅 覺得你是大胃王就對了 夢夢 因為也是蝶子 千千夢夢 露露 剛剛好 所以她一直以為我是走吃播的YouTuber 我就跟她說我不是 我不是走吃播 夢神露你也是吃播 只是吃的東西不一樣 馬上開車了 很厲害 然後她就跟我說 就是 那如果你要做的話 你就要做到最好 那你要記得存錢 你不可以讓自己在這個 AV生涯裡面 是一無所有的 那如果你可以 你讓我看到你 就是大手大腳的花錢 你就完蛋 這樣子 所以其實夢神露 給你的是一種 勉勵 對 就是說希望你 既然決定了 要走這一行 好好的走 不要這個 去染上一些惡習 對不對 不要那個一個包買 那個幾百萬的 那個隨便被一些 拿開始騙 對不對 我覺得夢神露 那個媽媽 對你還是很 應該說是很用心的 希望你是一個很 就是說在一個很好的 職業上面去發揮 是啊 對 所以那個時候 你應該是 有點感動 我自己會覺得 哇 我媽居然這麼開明 我知道她開明 不知道她這麼開明 不是 因為現在你要知道 現在自從你紅了之後 你媽媽的店 聽說很多人去啊 還好 最近去山上有去吃飯 你有去吃 對 沒有到那麼多人 但是有客人就看到你 就說 夢夢幫我簽名 沒有 因為我平常是素顏 所以我素顏跟一般 有在上妝 在開靜的狀態是不一樣的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以後到陽明山 文化大學附近的一家面店 不小心看到一個素顏的女孩子 髮型跟這個夢夢跟著一家 搞不好就是她 趕快問她 但是 這個家長的部分是一回事 男朋友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某種程度 你是帶著你男朋友下海 是啊 而且你男朋友其實職業是很 就是一般人認為說是很優秀 社經地位高 醫師 在社會上 居然變成一個 永遠在影片裡面 就是打馬賽克的人 因為他們醫院不准 當然 他不能承認 但是我相信 認識他的人都已經認出來了 但是沒關係 我說重點來了 你是怎麼認識你的男朋友 我是搭訕認識他的 因為我們以前都是拍30秒的短片 但是那個30秒可能會拍10段 分成10段來拍 所以我要一直想企劃說 那我今天要拍什麼樣的企劃 或者推特 也有在S平台 就是我今天會去哪裡 然後去了以後被打槍兩三次 大家都以為我是詐騙 不是 通常都會認為怪怪的 而且我是帶著助理 因為我助理會拿著手機拍 說不好意思可以請你跟我拍片嗎 這樣子 然後就是說不好意思不用不用不用 通常會害怕 結果這一位就是你男朋友答應了 對 那時候你也嚇到 你根本不認識他 因為已經搭訕到第三個 我想說如果 就是這個再拒絕我的話 我就要回家了 這個計畫就終止 就算了 不拍了 結果沒想到 他說他之前在瘋男的YouTuber 看到我 就是S平台的付費行銷 對 有曾經看過我這個人 知道我是真的在做這件事情的 然後他就願意試試看 對 試完以後 一試成竹固 沒錯 好用一直用 好 這個大家要記得 在台北車站附近 如果有女孩子跟你搭訕 要記得要同意 要點頭 也許就是一段好姻緣 只是呢 你可能就要從此下海了 不過 因為你的男朋友雄吉 這個 現在已經變成是AV界 我想應該 台灣如果有第一AV女優 他應該可以擺在前十名的AV男優 不行 不行 沒有露臉怎麼可以 沒有 他就是一個馬賽克臉 他特色 反而變人色 你知道嗎 不行 沒有露臉的男優不能叫男優 可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 當你 就是說 當你後來 因為他變成你的固定 所謂的男主角 對 他會不會覺得 他會不會覺得 就是說 每次都是你看 你去拍片 對 然後滿意送你 他沒有片酬喔 對 他沒有片酬 對啊 他不會覺得很虧嗎 我一開始有提出要支付片酬給他 因為其實我賺的也不少 然後 他就說他不缺這個錢 他是比較偏大男人 他不想要給女生支付任何費用 但是我們後來有談論說 我們今天拍完之後 我請你去吃東西 他的一餐 就變成 其實就變成你們的約會 對 也可以這樣講 對不對 其實這是一個我覺得蠻特別的 一個感情的一種方法 我們以前就是吃完 拍完片以後吃飯 可能會吃一些無菜單 日本料理 吃牛排 現在就變吃夜市了 為什麼 因為都要我付錢 你說他貼心就對了 沒有我選擇了 就是可見最近這個AV產業 這個發展不景氣 但是 但是我們剛剛 既然講到這個 你跟這個男朋友的狀況 我們就來講一講 這個台灣AV產業的一些特色 因為其實你從這個拍片 到 因為你說你從這個一開始 你就是連發想這個 這個idea 靈感 然後從這個劇本的寫創作 對 然後到這個現場的 比如說工作人員的去找來 找這個工班 工班 攝影班 這個剪接班等等 來拍來剪 你基本上你是一手包辦 我就是校長兼狀中 校長兼狀中 對 就是女優兼導演 製片兼導演 所以某種程度 只要今天是吳夢夢的作品 基本上就是由你一個人主導 可以這麼說 差不多是 那我比較好奇 所以你基本上 AV產業的每一個環節 你基本上都會接觸到 因為有很多 比如說如果他只是演 負責演 他可能就不會知道說 比如說這個資金 籌措 比如說片子要賣到哪邊 或是比如說工作人員要從哪裡找 等等的問題 所以你基本上 你都能夠了解 都大概可以了解 但是有一些專業的東西 我還是沒有辦法 就是去實現 像是拍攝 剪輯 那些都是我不會的 沒關係 交給專業 但是你可以就是 通報 叫他們做事 但是你可以理解說 每一個環節 比如說這個環節要花多少錢 那個環節要花多少錢 然後一支片的成本大概多少 對 那我很好奇 比如說像 你最近也拍了一些 這個YouTube頻道的這個影片 去介紹這些AV的這個產業 我們就從第一個 就是說 AV男優跟女優的待遇 的差異 目前台灣的話 是3萬到20萬之間 就是女優 女優 男優的話 6千到1萬之間 這差好多 因為大家其實看A片 大部分還是在看女優 那 但因為我們台灣也是有那種 很帥的AV男優 有一位這個 好像叫什麼 陳凡琦 對他也是這個演藝圈 從這個光明演藝圈 墮入暗黑演藝圈的 他還出過唱片 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 居然在AV界發光發指 他有這個片酬比較高嗎 有 他有片酬比較高 他現在是專屬男優 所以專屬男優會開給他一些 比較高的片酬 相對於AV女優 他還是比較低的 當然 大概可能只有 五分之一 OK 好 那你剛講 女優的那個價格 範圍很大 對 3到20萬 3到20萬 所以如果怎麼樣的女優可以 比如說要什麼樣的條件 是身材 是臉蛋 還是 演技 我們會從 顏值 然後身材 皮膚狀態 還有你的表達能力 皮膚狀態要怎麼看 皮膚狀態就直接看你全 所以面試的時候要請他全部脫光光 我們會請他脫到身內衣褲 因為可以除了臉上的皮膚狀態 也可以看到身材上面 有沒有看看巴巴 那些洞 像我身上就有非常多的抽脂的巴 那個就會扣很多分 所以你大概只有在中間而已 我是中間段位的 我其實是一開始有片商找我 要來拍片的時候 他們開的價位是6萬 但是我就跟他講說 我的價值不只6萬 然後我就說 我自己的片 我實現給你看 我一部片可以賣到200萬 結果咧 可以啊 結果你就成功 所以你的那個片酬 就往上提就對了 我就沒有再給他們請 我當然也就拒絕那個 開6萬給我的片商 對對對 所以你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就是一個 所謂的自我品牌的設定 就如果你呢 3萬的案子你也接 6萬的案子你也接 你就沒有辦法變成那個200萬 一支片可以賣到200萬的這個女優 是 對好 這個是吳茂茂的一個個人的經驗分析 當然講完這個薪水待遇 其實我很好奇 因為台灣的這個法律 一定有很多的觀眾朋友 台灣為什麼可以拍一個片子 台灣其實在88年之前 都是不能拍的 對我們小時候你知道嗎 最有印象的 那個萱萱跟水電 台灣水電工 對不對 那時候拍A片還被逮捕 用這個什麼 妨礙風化 用那個散播猥褻物 有刑責耶 對 還要抓去關耶 但是在後面88年之後 他會有一個大法官 是自留意器 他大法官有解釋說 有一些東西是不能拍的 像是印瑞 印瑞有 SM性暴力的類似的東西 他是嚴禁拍的 如果拍了他就是妨礙風化 所以題材還是有差 對有題材 除此 除了上面講的這些之外 以外都是軟銳 軟銳只要不要踩到 兒少法跟公共場合 這兩個之外的都算是軟銳 劇情片 所以你看現在台灣很多 因為你看過去 剛開始台灣的AB台灣 剛開始發展的時候 就有過那個AB女優在比如說 忠孝東路上拍片 什麼車鎮 然後就被這個警察寒送 用社會秩序為護法等等的 或者是我之前也看過一部是 好像是 等一下我在這邊分享 我看過的片好怪 有一部是他跑到那個 類似河濱公園 或是什麼那個的廁所裡面拍等等 對就是過去其實剛開始 我們的產業剛開始 他沒有一個專屬的攝影棚 像現在其實各個片商 基本上都有一個那個 自己的攝影棚 很專業的影棚 對 有這個什麼捷運車廂的 有學校的 有這個醫院的 對不對 其實那個是同一個攝影棚 我知道 對我知道 因為我都有看他們那個 什麼從這個棚到另外一個棚 然後那種 的介紹 那種類似那種 Rune Tour的那種介紹 對 這樣講好像我看很多的樣子 沒有我是做學術研究 因為要訪問吳茂茂 我必須要做一些功課 好 所以我們講這個 剛剛講法令的問題 就是說題材 跟這個拍攝場地 那比如說 會不會因為現在是因為網路 所以你只要滿18歲 就不會有這個所謂的 兒少版的問題 其實我們從小到大的 網站都會挑一個東西出來 說你滿18歲了 那個東西我想 未滿18歲的人都會點一滿 沒有 那個叫自律 那個叫適當的隔絕 年齡分級 年齡分級 我網站只要做到這個東西 法律就跟你說 網站沒有責任了 喔 就是這個平台 它就可以免責 對 就告訴你說 我已經告訴你這限制級內容 這是你自己要點進來的 好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 比如說像現在看到這張照片 是 這種是所謂 這個就是所謂的老師 對 而且要有黑絲 有黑絲就有流量 我很好奇 就是說你在拍了那麼多的這個片子之後 因為你拍了很多片 都要去中國大陸 去中國大陸販售 對 就是說中國大陸其實是一個 目前兩岸華人的AV市場的主力的市場 那我很好奇 比如說當你今天拍片 你在寫劇本的時候 如果這個腳本 這個這一部片 主要是要去中國大陸的市場販售 會不會你在寫劇本的時候 會有哪些比如說用語的差異 不會 我還是會以台灣為主 我自己的話 會以繁體子跟台灣的觀眾為主 因為其實在中國大陸 他們會知道台灣的文化 他們會大概知道台灣的用語 就你希望你呈現出來的 不要被人家以為是那種什麼 很像是為了拍給對岸看的那種片 對我不太希望是那樣子 就你想要展現的是台灣特色 是 我有拍過冰港戲師 然後昨天也拍的鬼片特輯 鬼片特輯 就是半女鬼 就是預計中元節檔期要上的就是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最近那個地獄展也很流行 這個也會有這個地獄梗的這種片子 好那我們再繞回來 所以你的片子就不會有那個什麼兩岸的 比如說有人講說什麼生殖器 就會在對岸叫什麼 在台灣是叫另外一回事 對 目前是這樣 但是如果我是拍給對岸觀眾看的話 我就會因應他們想要的文字 去做一個調整 但是我目前還是專注在給台灣觀眾看 因為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台灣人大部分是看日本的 日本人拍AV也不會用台灣的用語 對阿 Yamay Day也是照樣Yamay Day很開心 他也不會說不要停 對不對 這個用語的差異 就是因為很多人看那部片 他就想要知道那個國家的文化 對不對 也許對岸的很多朋友也想要看看 你台灣拍的片子是不是有台灣特色 也許是這樣的也有一個市場區隔 因為台灣大部分因為他是 我相信很多的這個贊助商都是這種對岸 對那結果呢 他們為了要迎合這個對岸的這個贊助商 哇有時候我看那個片子 不是我又講了一部好像我看很多遍 有一些我是為了做這個課程的研究 有一些片子他裡面就會講的那個 明明你是台灣人 但你要講故意那邊捲舌 然後呢 要講什麼視頻 這個視頻 哎呀你看這個 什麼什麼 多好賺 多好賺等等的 所以你有時候就會覺得有點似不像 像你的片子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不接受廣告 廣告那個贊助商 他們有邀我說如果這部片給我多少錢 這樣子讓我作業置入 我不貼那些貼紙 也不念那些口播 所以貼紙的話 這個女優可以加薪了 不能加薪 但是他的那個製作 team的製作費用會增加就對了 製作費用會由 就由人來贊助 來負擔 難怪有一堆的女優就是貼了亂七八糟的 沙龍帕斯 那等於那個 那個團隊就不需要出資者去付費 而是由贊助商來付費 對就是找到了這個贊助商的概念 所以你看這個 吳末末就是也算是有這個一定的這個影響力 他才能夠堅持不貼這些沙龍帕斯 好那當然我很好奇 比如說我們剛剛有講過 有一些人這個到了現場 就會出一些狀況 比如說你剛剛講到的 比如說有些難優 一開始說講自己多勇猛怎麼樣 結果一到現場如果不行的話怎麼辦 扣他薪水 我們會給他一點時間 但如果他真的都不行 我們就會真的扣他全部的薪水 那你們會不會比如說找一個備案 可以發啦 但是前面通常都是文系排完了以後 再叫他演肉系他不行 有一些是最後是借位把它排掉 但是扣他全信 這樣子 等於他就只是去做一次這個發洩而已 他就沒有薪水可以拿 他可以去練習表演啊 等於讓他來實習 怪老闆 沒有這個就等於有點類似讓這個男優來實習 因為如果 就等於說他沒準備好嗎 算是 嗯 好 那這個關於台灣AV產業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我們再繼續來探討 好 有梗來報 歡迎回到我們這個現場 今天我們的來賓非常特別是 台灣第一AV女優吳孟孟 每次講這個第一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尷尬 我自己會覺得 真的是第一嗎 我足以稱為第一 好 逐步足以稱為第一 就由這個我們的網友來評判 對 當然這種 我講這種封號都不會自己講 都是讓我們這種人來講就好 感謝 那其實當然這個 我們剛剛講了很多這個AV產業的一些小故事 那當然現在其實 我們剛剛才聊到一個就是說 現場拍片的現場 會有什麼突發狀況 現場會有很多突發狀況 例如 你又不來 真的會有這樣的狀況 還蠻長的 可能10次會有一次 為什麼不來 各種理由 各種理由 那如果發生這個狀況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女優不來 就是女優放整個劇組歌子 女優找不到人 你找不到這個人 她就消失了 對她就消失了 是她賺夠了她上岸了是不是 她就不賺還是怎樣 有些女優可能作息不是 像我一樣 老人做的事情 可能前一天還去這個 喝酒啊 幹嘛的 他們會有其他的社交活動 然後可能到了早上 八九點看到她的發現洞 但是我們可能中午十二點要 要拍片 要拍片 然後想說她八九點應該還醒著 那應該是 等一下就會過來了 結果沒有了 就消失了 差不多 純粹就是睡死 或什麼之類的 那這種怎麼辦 警告 不再用它 真的喔 對 你會有一個黑名單 就是死亡筆記本 這個某某某 畢竟這一行很多人是 所謂的不被祝福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的女優 都沒有辦法像我一樣 被家人祝福 目前台灣的女優認識都是 會有很多的女優跟你去 比如說會跟你分享一些 他們自己的私底下 碰到的一些困難困境 我其實有在上表演課 我們表演課同學 也都是男女優 然後就會去分享彼此的困境 其實蠻多人都是 不被家人祝福 甚至有被趕出來的 哪些的就會比較困擾 我們也會分享自己的經歷 然後跟他勉勵 而且會不會有很多的 進到這一行的是 因為比如說自己家裡有債務 自己本身有債務 有一些金錢的壓力等等 也是有 對 所以他們相對來講 就會在這一行的工作上面的壓力 就是說他其實會更需要拍更多的片 進來的女優大部分都會想說 那我一個月要賺多少錢 我一個月要想要拍到幾部片 這樣子的壓力 但是片商不一定有 有辦法給你那麼多片 有時候也是要看他受不受觀眾歡迎 觀眾員 銷量 決定了這個女優 可不可以繼續在這裡待下去 所以其實這也是很現實 對 就是像比如說你這個 如果你拍長片 現在大概第三年 第四年 算是第四年 也算是這個等於說有被肯定 沒有 因為自己花錢 所以就是想花多少錢 因為有些片還是賣不好 沒有 這難免 有賣得很好的 然後也有賣得很差的 所以就是拿那些賣得很好的 去cover那些賣得很差的 這個做任何一行都是這樣 但是其他女優就不需要扛這個壓力 他們就單純是全拍片 沒差 所以我比較好奇 因為你看 比如說我們剛剛看到是老師的角色 這個是這種所謂的美髮廳 法媚這種角色 你大概已經演過多少種角色 你有去算過 多少種 七八十種應該有吧 那你會不會有一種 因為你自己要編劇 會不會有一種靈感枯竭 你不知道接下來要拍什麼 會不會有這樣的困擾 不會因為我每天都在做功課 做什麼功課 做什麼功課 我會看日本的AV 然後看台灣的AV 看其他的片商 他們拍一些什麼 然後就此獲得靈感 如果我是這個人 我會怎麼寫這部劇 如果我是這個角色 我會怎麼演 所以我就會 每天都在想這件事情 所以你的腦裡面 基本上就是 大概大腦裡面 50%以上的空間 都是工作 都是工作就對了 即便你今天已經沒有在拍片 你還是在想 下一部我們可以拍什麼 自由業就是這樣 所以 大概跟我最近在研究 這個AV產業 大概的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我也是這個 大量的涉獵 我相信你 我很好奇 比如說 你說剛剛有提到 你都拍一些 比較台灣特色的片子 台灣特色其實是小部分 對 我還是希望兩岸3D都可以看得懂 我在驗什麼 對 那你自己覺得 比如說 台灣的男性觀眾 對哪一種類型特別喜好 家教 家教的喔 老師 老師 對 對有黑絲襪 黑絲 的角色都非常的 對 就是只要有這種的 這個關鍵字 或是說有這樣的一個造型的 都會賣得很好 都會賣得很好 那這個 還有人妻 人妻 那對岸呢 如果台灣跟對岸 跟中國大陸比的話 比如說對岸有沒有特別 哪一種類型是台灣 不常有的 也差不多是人妻 還是口味差不多 沒有 我覺得對岸吃的 有些是 35歲以上 的女生 熟女 對 親熟女到熟女之間 為什麼 不知道 在對岸特別的賣 我們有一個 今年已經40多 40X的女友 她賣得超級好 就是賣媽媽的類型 她都是演媽媽 就演那種熟母的這種 對媽媽跟自己 就是 亂輪 差不多 就是那種亂輪片 差不多 算嗎 也有可能是找電話阿姨 找電話阿姨 就是別的阿姨 什麼隔壁的媽媽 對隔壁的媽媽 所以就是 反而是熟女的議題 在對岸其實是一個 蠻受歡迎的 她真的賣得超好 是因為這個女優的關係 還是整個 整體對岸喜歡 這樣一個 只要是騷的熟女 都賣得非常好 真的喔 可見 這個會不會跟對岸少子話有關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就是 他們一胎化 所以可能 那個世代 生下來也許都是男性 這我純粹亂掰而已 我純粹自己亂講 會不會 從小也許就是 因為男生要留下來 所以媽媽會特別吵 所以他們從小 對媽媽這個角色 就有一種 一種 遐想 不知道 就是對美熟女 特別有感覺 OK 好 這個是兩岸的一個 比較大的差別 台灣比較喜歡老師 台灣喜歡 年齡端在18到30以內的 相對比較年輕 相對比較年輕 好 這個是兩岸一個 蠻有趣的一個對比 對 好 當然其實 孟孟除了是 AV女優 她也是 很少數會 親自上PTT 去跟網友互動的 因為我本身就是鄉民 你是上PTT多久 其實從我大學開始 嗯 你就一直都有在上PTT 妳是非常資深 算是資深 我還沒有經歷過 每天登進去就會 一天可以登好幾次的 紀錄的那個 時代 我紀錄還是一天 只能算一次 那已經是近十幾年了 對 十幾年 對 所以 這個 上PTT互動 讓妳覺得 就是說 會不會對妳 妳自己覺得 比如說一次妳只要發文 在那個Sex版 西施版 妳只要發文 基本上就推爆 不一定 大部分 因為大家會 見面三分情 好像看到妳本人以後 就會給妳一點面子 對 如果你不是一個太急掰的人 的話 大家都還是會 願意友善的對待妳 雖然我可能不認識妳 我覺得妳長得不好看 我覺得妳胖 但是既然妳都 親自來跟我對話了 那我就願意友善的對待妳 所以 我比較好奇 比如說 像妳跟這些網友的互動 比如說一定會 每天都會有很多網友 寫信給妳 私訊給妳 說我也想拍片 我也想給妳 會有這樣的一個騷擾 或者說讓妳比較困擾 我們現在有經濟組 我就直接丟給經濟 對 這就是一個演藝人員 最好的一個防火牆 是 妳以為妳寫信給吳茂茂 其實不是 其實是她旁邊的阿宅們 在那邊審核 所以她是看不到 是這樣嗎 我自己看得到 但是我就是直接把它丟給經濟組 並且跟妳說 只要找到經濟組跟她面試 然後 她面試完最後的一關 我才會去說 這個男友好像還不錯 給我她的資料 對 如果啦 像比如說現在會不會有很多的 這個年輕的一輩 就說可能大學剛畢業 甚至什麼高中 可能當完兵 她就想要來進入這個行業 如果有這樣的 妳會給他們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告誡或是勸告 要露臉 所以她一定會被外流 妳先想好如果外流之後 妳要怎麼面對妳的親朋好友 不只是妳的吹噓的 什麼當兵的同事 當兵的 什麼叫當兵的 就是妳當兵的夥伴 然後妳的同事 妳的朋友 等等的 對 然後想想看妳的阿公阿媽都會看到 對 阿公阿媽就會跟你說 為什麼妳念到醫生 我還要看到妳 對 妳在演這個 等一下妳現在講的是妳男朋友的親身經歷 對我男朋友的親身經歷 那這樣她的家人真的會 會 她家人不開心 這是一定的 對 那怎麼辦 我也不能怎麼辦 她要面對她自己的家人 為了她決定負責 好吧 我覺得有很多時候 每一個個案 就是說每一個男友女友 他們在面對這整個 就是說她的職業 跟這個整個社會的衝突 或者說壓力 她都會有不同的選擇 現在大家都還是在想說 我很勇我要來感美這樣子 但其實這不是這麼容易的工作 她沒有預約 你在工作的過程中 你感受不到你性愛的預約 一點都沒有 真的一點都沒有 像妳認識的男友 會不會比如說有一些什麼職業病 或是說他們得要靠藥物 或是什麼 其實蠻多都要靠藥物的 可能八成吧 八成以上都是會吃藥 然後是常吃一些保健品 除非是天生神利 我男朋友就是那種不用吃藥的 所以難怪妳剛剛比了這樣子 對 習慣性動作 對 好 那重點來了 重點就是說 其實妳知道 日本有一個AV女優 她退役之後 她進入這個新聞圈 對 然後最近她的這個作品 被日本的一個很高 最高的一個文學的獎 叫借傳賞 對 這個叫林木良美 她現在已經是記者了 那其實她到了 她一些報稿裡面提到 她轉 就是說她退役了 她即便已經退役了 她到了這個新聞工作 還是在職場上面是被霸雷的 是被 比如說用有色眼光說 這個傢伙以前拍過A片 根本瞧不起他等等 但沒想到她現在拿到 現在好像是入圍對不對 入圍的這個日本的最高的 這個文學的這個獎項 所以又變成了一波討論 然後呢 許多人呢 是去找那個關鍵字 去看她以前拍了什麼片 對 可是我覺得其實 夢夢也許 心裡面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妳有沒有想過有一天 妳不拍片要做什麼 我本來去前幾年的夢想 是想說我要去夜市擺攤 或者是去賣我想吃的東西 喜歡吃的東西 紅豆餅之類的 後來發現我沒有那一塊的才能 我就去試過了 發現 都很難吃好了 算了 就是妳發現妳沒有料理天分就對了 我做可能中式料理 西式料理很有 但是烘焙這塊 我就都不好吃 所以 就放棄了這一塊 我想說我就是 還是 妳曾經一度想要 往這個 往那一塊發展 對 然後現在就是養老 過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就是如果妳能夠在這個現在的工作 能夠賺到一定的這個額度 差不多 也許妳就可以就是說 相對來講 以後的這個就可以比較輕鬆一點 是啊 那妳有沒有想過比如說 把自己的故事寫成書 沒有 因為如果是書的話 還要跟配合宣傳那些 我不想 妳不想 對 因為還是有出版社來找我 就是希望可以幫我出書 所以我就跟他們講說 如果要配合那些出版的行程 然後 會跑一些通告 對 我就覺得很不想 其實妳還蠻有個性的 因為可能會去 就是說會有出版商 找妳 找到這個人的 其實不多 是嗎 現在其實網紅很多吧 對 但是AV界的 對 就是說 就好比說前陣子 應該是 今年3月是不是 嗯 還是去年 就是那個 那個BBC中文 哇 是找妳訪問吧 對 那其實BBC 畢竟它是一個國際媒體 雖然它是一個 它是在台灣的記者來訪問妳 你自己當初 接到這樣的一個訪談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 怎麼 你會不會覺得 有一種衝突性 就是說 你做這一行 其實是一個 很多人 不樂見的 對 但沒想到卻可以被看到 你自己有沒有那種 就是說 你也希望能夠把這一行 變得比較正面一點 我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正面的人 所以我在看待任何事情的時候 都是正面的態度去面對的 我到現在都還是不知道 為什麼大家要把 AB女優當成一個特殊的行業對待 等一下我喝一下水 嗯 沒有水了怎麼辦 欸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生出水來 謝謝 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真實 我們這一片一鏡到底 絕對沒有剪過 你看到 喝水就是喝水 女優喝水就是喝水 謝謝你 好 這罐水我們接下來會抽獎 開玩笑了 好 所以 講到說這個 負面的評價 我其實覺得 AV女優這件事情 會讓大家 特別有一個標籤 像是剛才講的結算商這一位 如果他沒有從事過AV女優 他就只是一個普通人 他根本不會再被爆出來一次 他再被爆出來一次 就是要再被羞辱一次 為什麼會有這個觀念 他如果我今天是一個AV女優 我退休了去寫書 大家就會覺得 欸 你看 你就算得了結算商 大家還是看不起你 嗯 大家還是覺得 你以前是AV女優 我要去看你以前露身體的樣子 但如果今天我是 很正面的去看待這件事情 就是 欸 我雖然有在脫衣服 但我也很會寫 我是寫高 兩樣都很強 這樣子的心態 好 所以你自己覺得 你比較能夠用比較正面的方式 去調適這個 這樣的心情 嗯 所以就是說 你在這一行 嗯 我們也不要講什麼第一 但至少你是學姊 學姊可以前輩前輩 我覺得用學姊這樣的一個角色 就是說 你現在 如果今天 當你今天 剛剛有講完 如果有一些很多年輕的 除了這個你講外流以外 真的要進這一行 還要有哪些的準備 對鏡頭表演有熱情 嗯 你沒有辦法躲掉鏡頭 拍攝你的任何一面 嗯 所以我只要覺得 你有心理準備 就是 不怕被外流的心理準備 然後對表演有熱情 就可以站進來 嗯 那我問你 你到現在 因為其實你的這個拍片的過程 比如風風雨雨 也包括曾經有被這個被告 對 就是這個捲入一個所謂的家庭的紛爭裡面 也有過你去告網友 因為他們散播這個你的AV 那你認為這個是有著作權的 對 其實這個也有 已經有法院把你判勝訴 是 但是這個官司好像都還在繼續 嗯 快結束了 對 那不管就是說 當你在這一行 你經歷了這一些 風風雨雨也好 或是說 有總是會有一些這個 比如說前陣子的一些新聞事件 是 你會後悔嗎 我會後悔嗎 嗯 你是說從事AV 你會後悔後悔嗎 會不會有一度有一個念頭 早知道就不要拍這些片了 不會 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因為我其實是很喜歡自己的作品 對 我在每一部作品裡面 都發現到更好的自己 嗯 那你要不要利用最後的這個時間 跟這個廣大的網友 介紹一下 要在哪裡可以看到你的片子 我的片子 現在也有在台灣發展的麻豆TV 以及我自己的OnlyFans 對 所以你只要這個Google 讀夢夢 OnlyFans 或什麼之類的 就有了 好 那最後一題 就是 你有想過什麼時候要移退嗎 本來 我今年是想說劇組就請到今年就好了 哦 所以你這個可能 可能明年大家看不到你拍的新片 有可能 就是性愛旅行 我明年想要走的企劃是去各地去旅行 介紹台灣的美金美食去給大家看 就是你要開始真的要轉型成這個 吃播大胃王的路線 性愛吃播大胃王 還是你們還是以A片吃播 但是就是說你會變成一個轉型就對了 嗯 因為劇組的話 它是一個很高昂的拍攝成本 所以 就是請到今年就停順差不多 但是就是說你未來是可能轉型成一個比較 類似網紅的概念 就比較不會是 這種所謂的大規模的劇組的拍攝 拍攝的模式 但是 隱退的這個你還沒思考過對不對 我想過 如果我到了50歲 還是有人想看我拍A片 那我還是會拍 你剛剛也提到 對岸對熟女比較有興趣嗎 但是我是一個看膩的熟女 我已經看了25年這樣這個熟女 就是從小看到大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就是非常感謝 孟孟來跟我們分享 這個台灣成人AV產業的一些乾苦談 那我們也祝福孟孟的事業的 繼續順利下去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尾聲 我們下週再見 拜拜 我們下週再見 好